Rising Sound 嗨!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是Rising Sound的三塔納 2022年卡的最強射門 你沒有看錯 這張卡擁有2022年所有的球員裡面 他的射門是第一名的 好像很厲害喔 趕快來看看 跟各位說明一下關於接下來幾個月 我的影片內容都會出現的圖形 就是這個直劣勢的 或者是這個很劣勢的 他們是一樣的意義 就是關於我在計算數據的時候 背後所使用的基礎跟假設 跟以前是一樣的 只是改成圖形來顯示 包含攻擊陣加10% 超越極限4次 200點的突破 隊伍技75% 加半50% 有人會告訴我說 這個扣半隊就不是50%啊 或者是使用了什麼角色就不是 就無法達到50% 那我要再次強調就是 我只是將所有的角色設定在同一個基礎之下 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 就像我要做兩個人的對比 如果一個是50% 一個是加25% 那這樣的對比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嘛 然後是同盟沒有加成 也就是各位的同盟等級不管是34次 在我的計算裡面都是沒有包含進來的 我們的主角 三塔娜 這個是他的必殺技威力 金屬幽魂545 然後右邊是他的數據 面對隸屬性 以及他的加成 面對擊球有加成 所以是比較高的34.7萬 有屬性優勢 但面對接球只剩下32.7萬 同樣面對速屬性跟技屬性也是兩個數字 針對擊球他有33.2萬 然後面對接球他只有31.3萬 這樣的數據已經可以排在 2022年索爾卡裡面的第一名 總共也只輸給2021年12月的 Rising上的隸屬性的納德雷莎 非常的強喔 高空是威力490 低空是475 由於他的數據是比545低 計算後的威力就是直線下降 也就是平射大於高空大於低空 待會我們就不細說高空射門跟低空射門了 我們專注來看他的平地射門 面對木勒 他是沒有辦法進球的 因為31.3萬面對接球 木勒面對海外有33.7萬的數據 接著是面對巴卡斯 飛球團32.1萬 有屬性有史 這個數屬性的三塔納只有31.3萬 當然還是過不了32.1 接著是 利屬性的洛林原山 魂神一級低階有32.1萬 數三塔納已經可以進球囉 32.7是大於32.1的 接著是卡劉薩斯 這個技屬性 面對平射30.8萬 面對空中28.9萬 你可以看到 三塔納的31.3萬 在這裡31.3萬 是可以贏30.8萬的 所以沒有問題 後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數據的比較 就知道 三塔納在高空低空 面對這四位守門員 全部都是XX 進不了球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守門員 都是使用接球 不是使用擊球啊 我們接著看他的防禦 對決攻擊喔 我們對決對象來看一下喔 分別是羅伯特 日向小車場 跟迪亞斯的盤球 三塔納的數據呢 是面對後衛有加成 你可以看到 面對後衛加成 20%很多啊 但是 非後衛呢 他的數據就很低 你可以看到他面對後衛 立屬性有28.4萬 速處技術有27.1萬 非常的高 但是非後衛 就只有25跟23.9 右邊的對決對象 沒有人是後衛啊 因為我想 這樣的數據28跟27 應該是沒有後衛可以過得了他 還是看數據比較高的這些卡喔 當然也是成績賽前十名玩家 有使用的卡 不管是羅伯特 日向小車場的盤球 迪亞斯的盤球 基本上都是可以贏 所謂的對決非後衛的數值 如果看傳球跟三角短傳 羅伯特 哲田猛跟迪亞斯的傳球 只有哲田猛過不了三塔納喔 你可以看三塔納的斷球 面對速數跟技數 他有23.1萬 這個哲田猛 面對前鋒 只有21.5萬的傳球 所以三塔納是可以贏哲田猛 但是其他卡 還是沒辦法 那再看三角短傳 羅伯特 維克多里諾跟迪亞斯 這個數據都是贏三塔納 只有維克多里諾有點怪喔 因為他有分三個區域 近區25.6的三角短傳 關鍵區24.5的三角短傳 以及其他區域21.9 三塔納在其他區域23.1可以贏 維克多里諾 但是在近區跟關鍵區 則沒辦法 這是要提醒大家的 來到球員分析 我們來看他的優勢 首先是五名以上素質性海外球員 全能力值加25%的隊伍技 被動 就是與DF或GK對上的時候 能力值加20% 剛才前面有提到 然後他的半 兩名以上素質性海外 全能力值加5% 接著是對手選擇 拳擊就球的時候 他的能力值可以再加10% 然後是三角短傳成功的時候 移動距離加50% 以及毅力 體力在毅力上還是可以使出必殺技喔 他的優勢體現出來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射門 他是在2022年所有卡的第一名 但是他輸給2021年12月的納德雷莎 還是非常的好 他的射門 他的白值有78023 超級限4次有92423 這個數字也算不低了 我們來看他的外部機會 就是進入對決模式的時候 可以封印對手的其中一項必殺技 不指定 但是機率是70% 阿爾貝托可以幫他加2% 羅伯特也可以幫他加2% 其實還有巴斯卡 可以幫中南美球員增加能力值 就沒有列在這裡了 我們來看他的劣勢 首先是白值分配的好 但是被動全能差 所謂的白值分配好指的就是 除了擋球之外 他的其他八項都超過1萬 這樣的分配使得他可以成為一個全能的球員 唯一的問題就在於他的被動跟全能 怎麼說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被動就是 針對DF或G可以加20% 所以對決其他的卡 比如說DNF OMF FW 他是沒有加成的 也沒有其他項目可以幫他加成 所以我說他被動全能差 雖然有這麼好的數據分配 可是其實 並沒有辦法體現出來 接著是他的設計沒有新意 你可以看到他這些項目 其實都是以前有的全能或者被動 他還沒有給新的必殺技 非常可惜 大家都期待他能夠有一個單人射門超過500 不過他還是只有給金屬幽魂 是一個組合攻擊的射門 威力是545還是最高的 但重點是他的單人射門 目前還是沒有超過500的必殺技 太慘了 接著提供給各位的是 盤球 他是在所有球員裡面佔據的第32名 這裡講的所有球員指的是 2021年12月1號之後 的所有球員 然後是傳球 是在第30名 三角短團是在第24名 提供給各位參考 雖然說這些攻擊 只要被對手拆對 基本上就是對決會輸 除非RNG發生 不過我想還是提供給各位 一個參考數據就是 他的這些攻擊項目 比如說盤球、傳球、三角短團或者射門 大概能排在所有球員的 一個範圍大概在哪裡 那我們接著來看他的威脅 首先他怕封印 因為他沒有防封印 雖然他的技能種類很多 可是因為他是一個射手 所以他要擺的技能 其實大概就是各一項 你如果把高低空拿掉的話 也許他的盤球、進攻 或者是他的防守、鏟球、斷球等等 可以多擺一下 但如果你把高低空擺進去 基本上遇到封印的話 就很危險了 接著是FW跟ONF的攻擊 傳球、三角短團跟盤球 可以霸凌他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的防守數據 面對FW、ONF甚至DNF 他都是沒有加成的 這張卡我會給的是 可以擁有的評價 因為他的射門 是他所有卡裡面的第一名 他的斷球也是 他各張卡裡面的第一名 但是撇開這兩項 就是射門跟斷球 其他他都輸給WY的 隸屬性的Santa那 這樣是非常糟糕的 因為他是五週年版本的卡 那個Santa那則是 2018年就出的卡 只是在今年2022年有調整 但是調整過後 還是很強 這張卡真的是 蠻可惜的 他這個項目呢 對手選擇全球救球更是很可惜 因為目前的主流就是接球 當然大家會說 這張卡出來就是要對擊球加10% 那可見 之後一定會有擊球的守門員 來讓他攻擊 但大部分的守門員 大家喜歡的還是接球 的確啦 如果擊球能夠到最強最強 會有人用 但我相信 大家還是希望能夠使用接球的守門員 如果兩者相去不遠的話 我相信選擇接球的比率一定是高於擊球 所以他雖然有這麼好的數據 卻是需要面對擊球型的守門員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之後 會不會出什麼擊球的守門員 來讓他攻擊囉 以上是我對這張卡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